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love you 要珍惜 别把爱情太游戏 爱到不回你 再生气 I feel what I can show you Why don't you Diamo Oh yeah I love you 刷新机 当我心欢喜 和我的故事一直 Diamo Oh yeah I love you Oh yeah Oh yeah 我真的死了 難道這兒就是奈何橋 那這條橋的另一邊 不就是陰間 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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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什麼 我現在也是鬼 是不是卯丹 是卯丹來接我 卯丹 我也知道是你的了 分開點 分開點 地府的規矩 除非生前是夫妻 要不是男女鬼之間 也不能過分親意的 我們生前本來就是夫妻 我們不是 紫柔 你和甘利與小蓮 才是一對夫妻 不是 我娶她 是因為你已經用妖法冒充你 我被她騙了 你別生氣, 別怪我 我是怪你 可是不是怪你娶小蓮為妻 我只怪你 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辜負她對你的一片癡情 怎麼可以這樣說的呢 我和你是兩情相悅 而且是一種立下盟心實藥 我已能有負於你 娶其他女子為妻 況且她不是人 是妖精 是她害死你的 她並沒有害死我 我是被爹逼婚 悲傷過度 加上重病在身 才會一命烏夫 真的嗎 是真的 你搶花絞的時候 我其實已經在花絞裡死了 我和你圓盡今生 我曾對你說過 你死了我也不會偷生 我要和你在地府做你鬼夫妻 這是不可能的 你的陽秀未盡 你命中注定的妻子也不是我 我不信 是真的 是嚴皇老爺說的 她讓我出來見你 就要我親口跟你說清楚 讓你死了一條心 小年愛你 比我更多 比我更深 她只是你命中注定的妻子 你還是快點回家 好好愛她 我不回去 我怎麼能愛一個 是妖精的妻子 況且人鬼殊徒 就算她是人 我可以仍然是你 總有一天 你會明白自己的心 你真正愛的是她 不是我 不, 博丹和你的情緣 已經成為過去 只能當作回憶 小年和你 才是真實的 不是, 不是這樣 只有, 回去吧 小年等著你 小年等著你 我倆永別於此 卯丹 卯丹 卯丹, 你別走 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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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走 別走 卯丹 我怎麼會在家裡 我不是死了嗎 我是人還是鬼 好痛啊 鬼可能也會痛 但是鬼應該不會流血吧 很多血, 很多血 鬼是沒有血的 我是人, 不是鬼 但是我明明服了毒 怎麼還沒死呢 一定是她 李余貞 給我出來 李余貞, 出來 我自己躲在那裡 一定是你救了我的 一定是你救了我的 你是我此生最愛的人 我又怎麼能見死不救呢 那剛才的夢都是你的所作所為 甚麼夢, 我不明白 你不用再在這裡裝傻了 剛才是你化身為卯丹 騙我進入我的夢裡 真正的卯丹 怎麼口口聲聲勸我和李余貞做夫妻呢 一定是你, 不用再騙我了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李余貞, 是你害死卯丹 你還想化身成卯丹來騙我 你實在太卑鄙了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玉皇大帝在上, 賢皇老爺在下 如果我真的進入你的夢中 如果我真的害死過卯丹 我願意被五雷轟頂 打落十八層地獄 被萬年鬼火所燒死 你以為這樣我就相信你了嗎 你騙人的妖精 我叫你不要再跟著我 不要再纏著我 如果天公有眼的話 就把你打落十八層地獄 為卯丹申冤 你就開來 sin廉 一你以為給你 誰請你打落十五千 請我選一名 宋吉吉gos 是觀音廟, 妖精不敢進觀音廟 我沒辦法進去 我就在外面等你 你一輩子都不出來 我就一輩子在等你 真是好酒, 好酒 我從來沒喝過這麼好的酒 這些雲宗仙是酒中的極品 任務八年才讓城, 好稀有的 有的都已經上獻入宮 除了皇上, 皇后和皇太后之外 除非得皇上恩賜 否則就算太子公主也沒有交易 那我就是皇帝 我當然喝醉了 說這些大意不道的話 雲妃 你千萬不要把我胡說的說話 給皇上知 否則我肯得人頭落地 師父只是酒後失染 徒兒又怎麼會放在心上 更何況, 酒是我從御膳房裡偷出來的 這件事如果讓皇上知道 我也很大罪 雲妃, 雲妃 我能夠收到你為徒是我的福氣 那師父何時才教我 離魂大法和忍身術呢 喝完這壺酒我就馬上教 好, 我幫你倒酒 江韋非這個人真是狡猾 時事用靚子來引誘師父 教他高深道法 我還記得他 曾經用毒計害過張公子 他這個人陰險毒辣 師父收他為徒 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那要照片大將軍嘛 他知道師父的弱點 再用美咒來迷住他 師父不讓他哄就真是奇妙 那你這個大弟子 就越來越沒有地位了 這層我不擔心 我和師父情同父子 有誰可以代替 我最怕江韋非心術不正 學了道術之後 去害人, 那就糟了 是啊 萬一他用道術來 教學表姐和張公子 那就糟了 不知道他們現在怎麼樣 希望沒有被李如正 當點心吃了就好了 不要胡說了 他們現在一定 生活得很開心 如如得水 唐本家 我又肚子餓了 你肚子餓了 那我們去吃麵吧 我去喝夠了 師父 如果你喜歡進去 明天我再偷多點來孝敬你 好 雲中線 酒中線 就像藤雲鑑墓一樣 師父 你剛才說喝完酒 就教我離魂大化和忍身術 爹 你看看天空 有什麼特別之處 其中五火星 特別光亮 不止特別光亮 而且差點連成一線 是呀 是呀 這半年來 我夜觀天象 加上占卜 推算到有一件大事發生 是什麼大事 就是五星連珠 什麼是五星連珠 金木水火土五星 將入王道十二宮煉成一線 是千載難逢的天象奇景 到時會產生巨大無比的力量 至於有什麼變化 實在難以估計 密換星移 對地上萬物的生死輕衰 哪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是禍是福 就要看天意了 對某些人來說是禍 對某些人來說是福 那就要看天意了 我怎麼一直都想不到這一點呢 真是老大生草 我當然是喝酒太多 喝壞個腦 師父 到底是什麼事 李如禎是畜生 就算偷了我的元品珠 也未必能飛升成線 必須要借助強大的力量 現在五星連珠 就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元品珠被李如禎偷走了 和五星連珠有什麼關係呢 元品珠是至光至陽的寶物 經過二十七代張天師不生功力 深血培練 收集了七十七條 搞離求龍的陽氣 吸收了三百年的日月精華 他殞藏的力量是無可估計的 原來如此 李如禎可能打算在五星連珠 至陰自虛的時候 借助元品珠至光至陽之氣 軍性太極 飛升成仙 飛升成仙 有了元品珠 就可以飛升成仙 有了元品珠 就算未能成功飛升 也可以長生不老 豈有此理 我絕對不可以讓那兩個 可惡的李如禎飛升成仙 原來如此 你這個老鬼 喝了酒就甚麼都說出來 元品珠 元品珠 雲飛 唐本剛 小賣 在 五星連珠的日子近在未至 我們要在這段時間內 找到那兩個李如禎的下落 殺了他們 拿回元品珠 師父 李如禎藏身在哪兒 天大地大去哪兒找 你們以為我這段日子 沒採取行動 就是沒辦法對付他們 其實 我是在研究一件法寶 甚麼法寶 就是元品珠探測器 元品珠探測器 自從元品珠被搶 兩個李如禎又從我手上跑掉 我就開始研製這件法寶 元品珠釋放強大的能量 只要在方圓百里之內 這件儀器就有反應了 真的這麼神奇 不僅如此 他還能追蹤到能量的來源 帶我們去找到元品珠 不過我們還不知道 李如禎藏身在哪兒 師父 我突然想到一點 可能對追查李如禎下落 有幫助 想到甚麼 張子柔在我下聘當日 曾經大撩上苦 我和雙爺雖然放走了他 但我派人追蹤他 知道他住在城西的山神廟 怪不得張公子潛入相府 代表者私奔 會讓他發現 原來如此 張子柔曾經住過山神廟 和李如禎現在在哪兒 又有甚麼關係 牛頭不搭麻醉 你別亂插罪好不好 文匪 繼續我 張子柔和李如禎是同黨 張子柔借在李如禎的妖法 成功佬走了茅丹 所以… 表姐不是被張子柔佬走的 她是自願跟張子柔走的 因為她愛張子柔 茅丹根本就不愛張子柔 張子柔是卑鄙下落的人 借在李如禎的妖法 迷惑了茅丹 不是這樣的 表姐的心志很正常 她很愛張子柔 是心甘情願跟張子柔走的 要不然你一次一次 左頭左勢 她們早就走了 這一點我可以證明 那晚師父把李如禎 趕出上府之後 我就一直守護著馬丹小姐 李如禎有哪個機會 再迷惑馬丹小姐呢 那晚張子柔和馬丹小姐決定私奔 我也在場 但我覺得馬丹小姐很清醒 不知道被李如禎上身 而且張子柔又沒有妖器 所以她根本不可能勾結李如禎 迷惑馬丹小姐的 你看不出來 是因為你的道行低 或者你和張子柔是同道中人 你和李如禎 一起幫他手 佬走矛盾 你真是說我和滿江勾結妖禎 你不要恃著禁軍統領 大將軍的兒子 就可以隨便誣衊別人 這裡是師學官 你只不過是我的師弟 好了好了好了 你們吵甚麼 我們現在是找李如禎的下落嘛 我是說張子柔 既然和李如禎的同黨 很可能和李如禎接觸過的 不如去山神廟查一下 或者會有線索 那也美常不可 山神廟有山神 我們去問山神 看看有甚麼線索也好 你們在這裡等我 是 是 天師…真是對不起… 天師… 山神爺, 打擾了 不用客氣 現在還是我辦公時間 剛才去方便方便 山神爺 是 貧道今天專程來 找一個書生的下落 他姓張明子柔 曾經在這裡寄宿過 請問你記不記得 書生嗎?張子柔 有…那個書生 經常晚上來敏實 躁著我睡覺 他有沒有和李如禎接觸過 張子柔 是被那兩條李如禎救回來的 他身受重傷 是那條老李如禎春花 醫治好他的 後來那個 叫甚麼小年的李如禎 就整天纏著他 這個小年真是很鞏皮 居然幻化人形 還扮著宰上的 千金矛丹的樣子 猛地氣弄張子柔 有一次 那條李如禎 還上了金矛丹的身 帶了金矛丹來這裡 慫恿張子柔 帶了金矛丹去私奔 那倒不錯 金矛丹 確實被李如禎上過身 師父怎麼動都不動 像黎公仔站在那裡 我想師父一定施展法令 元神出竅 他現在和山神爺在聊天 真的嗎 我何時才能元神出竅 通貴通神 據我所知 他們母女倆是來自洞庭湖的 謝謝山神爺指點 不必客氣 貧道告辭 對了 我還有一件事相求 請說 李如禎 他幫張子柔搶走金矛丹 確實有點荒謬 但是 他只是想成全一對有情人 本意也是善良 如果你找到他們 情計下就算了 希望你放他一條山路 山神爺的說話 貧道會謹記於心 好 告辭 好 好 我們馬上出發 去找李如禎 去哪兒找 去哪兒找 洞庭湖 好 觀音大使 還記不記得 我在你手上偷取聖水 去洞庭湖底 救我妻子卯丹的靈魂 誰知道 我妻子竟然是一隻李如禎 不知道是蒼天作弄人 還是我生前作的業 今世竟然得此報應 小姐 觀音大使 之前冒犯了你 希望你原諒我 子柔已經在這裡躲起來 半個月有多 難道她決定一輩子 都不再出來了嗎 小姐 卯丹是琴音 卯丹是琴音 不是 卯丹早約死了 是李如禎 是李如禎扮扮卯丹 哄我出去 我不會再上當 我不會再上當 是李如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明是卯丹 為何又變成你余貞 為何不知不覺 卯丹又變成你余貞 那些琴音 是這些琴音 李余貞有此作法 他想迷惑我的思維 讓我再想起他 我不聽… 我不聽… 菁音大使, 救我… 菁音大使, 救我… 你別過來, 我終於知道了真相 我是你的妻子, 真的 我不聽, 我不相信 我不會接受… 我不會相信 我不會接受你這個妖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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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音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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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音大使 我不會接受你這個妖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公子 张公子 公子 先生 早晨 你这么早就起床画观音像了 其实我一直都没睡 一直在画观音大使像 公子真是有心人 观音大使一定会欣赏你的 不敢不敢 只不过心有烦恼 想把观音大使尊容 奴記在心中 替我戒除心魔 原來如此 我记得以前在这里 有个书生叫张子柔 他画了很多观音像 后来赏经符考 不知道怎么在京城犯了大罪 还遭到朝廷的通緝 是吗 公子你也是叫张子柔 真是对 是啊 真是巧 是啊 我在这里都打扰了你很多人 我打算今天就走 公子要去哪里 湘京城 圆起圆滅 有罪有杀 事主要走 我也不强留 你画了这么多观音像 是应该有报仇的 不必 我在这里住宿 又没有添到香油 这些观音大使像 就当是报答先生 和观音大使的恩情 公子不必客气 上京路途遥远 是需要盘村旁生 你等我, 我去拿 李如正想了我妻子 可是他害死卯丹 卯丹的死我责无旁态 我和茅丹早有盟勢 同生共死 張子柔絕不能再苟活人世 不過, 男人大丈夫 就算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 無愧於天地良心 我现在上京 趁着向宰上大人 說明前因后果 以死謝罪 至于李如正 若果真是天有眼 就请你把他收服 以免他再危害人間 先生, 請留步 後會有期 施主 如果你覺得心中有魔杖的話 最好勤眾我送給你的觀音經 觀音大使自然會幫你消災解難 謝謝你 他要去哪兒呢 他要去哪兒呢 你真是受傷了 我真可憐 對他這麼細心苛胡 對我就是拒於千里之愛 在你心中, 我連兔子都不如 好 好了 你幹甚麼跟著我 對了, 這裡是風山野嶺 隨時有豺狼野狗的 你又受了傷 你我總算有緣 好, 就由你陪我上路吧 你真是做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麼非不非禮, 只要大家開心就行了 你老實說就知道, 非禮我的時候 你開不開心 我解放了 我代表天下所有的本來宣佈 女人要解放了 什麼要帶我來這裡 我願你在這棵連你住下許願 一生一世愛我, 一生一世不離開我 我昨晚不是說過嗎 昨晚, 你是對以前的茅丹說 現在, 我願你對新的茅丹再說一次 好, 我再說一次 請連你恕作證 我張子柔願一生一世照顧你 一生一世不離開你 你永遠是我妻子 天長地久, 始至不如 有誰果然明白我的心 連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很懷念山上哪一日子 我很懷念妻子 但是我懷念的到底是茅丹 還是李如禎 山上哪一日子, 無憂無憂 跟他在一起我很快樂 令我不由自主想起他 但是我不應該想做李如禎 不應該, 不可以 不可以 紫柔, 謝謝你懷念我 妖精, 這胖子是你的化身 只有這樣做, 我只能親近你 被你抱著 我懷念被你抱著那種感覺 你別過來 你既然想著我, 證明你是愛我的 別自作多情了 我只想著你, 茅丹 別自欺欺人 你愛我的是我 你慣念的都是我 你還懷念跟我一起的日子 你還記得你說過的說話嗎 你說過 無論我變成怎麼樣也好 你也會愛我 你愛的是我的心 那些說話是對著卯丹說的 我是對一個人說的 除了每晚我要回到水裡 在平時跟一般人是一樣的 那天理人倫也不會容許的 誰知道甚麼天理, 甚麼人倫 我們回到山裡生活 發發樂樂樂過日子 不管其他人怎麼想 不可以, 我是個飽讀聖言書的人 這樣就把聖言書敲到廣燒雲外 把甚麼四書五經燒光 然後光亮亮亮的愛一次 別逼我 你別逃避我 卯丹是你害死的 我沒有, 我發過毒勢的 我不會相信你的 我不會相信妖精說的話 我是你的妻子 你是妖精 你是愛我的 我不愛你 我不可以再受迷惑 我要克服心魔 我不可以對她的道成 我不讓她有機可乘 歡迎大師傅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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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希望找到李如晶 那怎麼辦 李如晶偷了原品珠 我們一定要拿回來 那萬一師傅逼李如晶 趕出表姐和張公子在哪兒 江雲飛這個壞人 心狠手辣 一定不會放過他們的 不用這麼緊張 說不定張自由和馬丹小姐 早就被李如晶當點心吃了 你幹甚麼經常揍他們 走我 你們兩個在外面幹甚麼 快點 冷不冷 幸好會娶你做老婆 真是不肯 好 大師傅 請問去京城走哪兒去 去京城是嗎 穿過前面的樹林 再走一個時辰就會到的了 謝謝 不用客氣 公子 你是不是有病了 可能是昨晚冷了 要不要我送你入城 不用了 我自己行了 公子 你沒事吧 你這個妖怪 你又想來騙我 你說甚麼 甚麼妖怪 對不起 剛才冒犯了 讀壞書 我要拿死衣服 給我拿死衣服 請問我 想不到在這兒可以見到茅丹的花 茅丹, 茅丹 是不是你叫我 是不是在等我 我知道你是不會聽我的勸的 所以我只用這個方法 為什麼這裡也是茅丹的花 我好像走回彤仙那兒 我不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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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已經來不及了嗎? 你的夢想是我嗎? 我不是了嗎? 我不是了嗎? 你又會是貓丹荷, 又會是貓丹荷 李如禎, 我知道你在這裡 別怪你了, 出來, 出來 你出來, 出來見我, 出來 李游 你又玩甚麼把戲 我只是不想你去京城送死 所以故意讓你擋失路 你可以殺了我, 你不能擺佈我 我不是想擺佈你 我只是不想看著你送死 我已經死了, 你阻止不了 那我枉死值得嗎 這命是我的, 我想死誰也阻止不了 我死了就在陸王泉和馬丹做鬼的夫妻 我絕對不會讓你死的 你又想用腰化迷惑我 我不會讓你迷惑到的 子柔, 你根本不是逃避我 你是在逃避自己的感情 你根本是愛我 但你又不肯承認 你其實是子欺欺人 我是子欺欺人, 我心裡是愛他 不是, 我是中了他的邪 中了他的妖法 子柔 子柔, 你別走 子柔 我知道就算避開你 我都避不過自己的良心 今天就要做個了斷 不要, 子柔 我好生氣 我看著你 又喝醉了 算了, 去河邊洗褂了 子佑, 子佑, 你醒醒吧 真是當黑 光天花日, 居然搞了這種事 應該教訓一下他們 你們兩個, 在這裡搞甚麼 糟了, 有道士 子佑, 你快醒吧 子佑, 道士越來越近 讓我教訓一下你們才行 有妖精 師父, 你去哪兒 師父, 他就是李如精 李如精, 快走 請看 再從你離開了 我變得很軟弱 你的影子在每一個角落 在每一個角落 好像是在提醒著我 少了你的陪伴 我現在有多寂寞 我想我可以習慣一個人生活 我想我可以假裝不曾愛過 感覺如果要走 感覺如果要走誰能說No 我想我可以習慣一個人生活 在奇蹟裡裡擦去你的承諾 愛情是個夢 而我睡過頭 我想我可以習慣一個人生活 記憶裡擦去你的承諾 愛情是個夢 而我睡過頭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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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hear Nro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